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在路牌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見恒指今天就低開了,低開了試了89MA以下的位置有支持,上去升川岑的頂 昨天收了89MA以上的收市,所以今天在89MA以下有支持 那會不會說他站得穩,再去升川岑144呢? 144MA即是1922呢? 那如果就只能夠說,如果相信這個現貨圖,那有機會 還有如果他是順利,那只要他日線沒有收在3MA下面,也沒有再失守這條89MA 那其實也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就可以上去,即是在這些位置搏他上去上面那一條 那,看看小士圖 那小士圖他就好像升了五個浪的了,在這裡,低位呢?1,2,3,4,5 那如果他收在5MA下面,那有機會在這裡轉向 看看他轉向是會不會走過小爾朗,還是要回到下面呢? 那暫時都,暫時未收在5MA下面 暫時未收5MA下面,那所以呢,都未必說會是轉向著 那但是就超賣,就是超賣了,overboard了 那然後天啊, heeft usability 這就會很固定 那樣看到他其實他還不是升穿 parce الصين 那就是還不是升穿,11月16日的頂 所以它依然可,這裡有機會依然都是一個下跌1浪,這個下跌2浪都可以 如果它真的下跌2浪,它應該是一個ABC,小時圖看它也有點像 ABC,C1,C2,C3,C4,C5,C1,C1,C2,C3,C4,C5 這裡的圖和AA stock有些分別,究竟它走5浪還是3浪都比較難說 最容易分別就是它沒有升穿前面的頂,所以依然都有機會是一個下跌1,下跌2 如果是升穿前面的頂,那就排除了 它現在要收噴在5厘米下面,才確認它這裡這個浪就完了 暫時都沒有收到5厘米下面 可以看回它的短線的浪,看到它的短線 這裡就不知道是不是5個浪的結構 如果是,它應該要最少有一個C,要走一個A,B,C 最少,甚至乎是一個下跌浪 這裏就沒有一分鐘圖 所以就數不到裏面是不是有五個浪結構 見到它全部都陰燭的都像 有少少像是一個跌浪 這裏彈上去也比較像是一些調整浪 即是反彈浪 所以如果是這樣看 現貨看上去就比較像是會再破多次這個底 一下就有機會是破日落的 應該是破這個位置 18001的位置 昨天說到五小時圖 它要收音竹才有一個轉向的訊號 看到它五小時圖 昨天一隻上來都還在收音竹 所以都未能夠在五小時圖 看到它的轉向訊號 所以現這個位置18600也有可能 除非它收一支音竹 才有機會轉回去 就是這樣的看法 就是這樣的看法 看一看周線圖 周線圖之前就說到 有可能是YC5 即是有可能在走YC4轉YC5 YC4就是用一個陽陰陽 即是ABC這樣去做 那C就 即是可以高過A 亦都可以不高過 即是譬如它是走一個CZ 它現在是走一個CZ ABC 它有C可以是不升穿個A 都可以的 但就會去到很接近 即是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就是去到很接近的情況 雖然是比較少 即是少見的情況 但也是符合規則 波浪規則 如果是這樣 即是如果這裡真的一個CZ 那這裡就 五浪結構都可以了 即是說就算它走到五浪結構 它沒有升穿也可以是這樣的 那如果它是 因為它暫時沒有升穿 所以它是三浪結構 也都可以 即是這裡是三浪結構 還是五浪結構 它都會轉向 這樣的 即是假設是這個 假設是根據這個看法 這樣的話 那比較大的阻力位 就是度過之前 拉回這個AB浪 拉到的比例就是1比1 就是18,700多 那麼 有機會YC5呢 是去到14,100 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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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根據這個量度 這個延長量度 它比較大的阻力位 就是18,700多 那就是 這個YC4 可能最終 是一個A,B,C 這樣 C就去到 YC4裡面的 C 那就是 會去到18,700多 也有可能 即是說 會上到這個位 那麼 跌一跌 然後有阻力 跌回去 也有可能 那 最後去不去到 就不知道 可能是 即是如果 它5小時圖 或者日線 日線 收音竹 就未必去到 這個位 那如果日線 它繼續是陽竹 就會去到這些位置 再轉 所以都可以留意 日線圖 它幾時收音竹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Patreon就是 都是那個YC4反彈的看法 YC4就分了A,B,C 那C要走五個浪 那 它那個 C的小二浪 就是簡單的 所以那個4浪 就會是複雜 所以等一下 看看那個即時圖 這個C4 就會是 比較複雜 和時間 久一點 那 就看看 即時圖 那 看看 4小時圖 那 昨天就說到4小時圖 的話 它這裏都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 1 2 3 4 5 那 這個就是 向上數的一個 數法 但是 如果收音竹 那 可能這個 就是 如果看這個 是一個A,B,C反彈 那 它一收音竹 就有機會 這個位 就不會再聲穿 如果是A,B,C 那 暫時它沒有聲穿 看到 曾經彈過去很接近 但它也沒有聲穿 高位依然是這個 那 那 看到它就有 那 這個2浪 小2浪 和這個小4浪 就有 比例上的關係 看到它是去到 1比1.018 看到它是去到 1比1.018 看到是這裏和這裏 是成1比1.018 那 所以 亦都 似是在走 小4浪 那 即是說 稍後 還有一個 小5浪 會升穿這個頂 那 它那個 小4浪 是 稍微有些複雜 它是會是 它走到一個平台浪 它是走到一個平台浪 那 看到 平台浪的A 它是用了 WYZ去做 那 那 W SY 這個是 S 然後 走到一個Z 那 WYZ 它構成了一個A 平台浪的A 這裏沒有那麼容易看 看回15分鐘 那 就去到這裏 這支羊竹的底 它構成了平台浪A 然後 它彈到上去很高 但是沒有升穿前面 那是B 那 就算它升穿也是B 因為平台浪B可以升穿A 的起點 那 A B 跟著C C 就在這個位置做 那 它跌了五個浪的結構 那 它分一分鐘圖看 就會找到它是跌了五個浪的結構 在這個位置 1 2 3 4 5 那 看到2浪是簡單 所以4浪就會複雜 那 所以這裏跌了1 2 3 4 5 就是平台浪的C 那 就是前面 這個平台浪就是那個小四浪 那 這個平台浪就是那個小四浪 這裏跌了5浪的1 2 3 4 5 這樣 有機會是這樣 那它這裏稍微有些複雜 那 也 剛剛看過現貨圖就是在這個位置 現貨圖在這個位置跌了5個浪 那 也 也是有連一個看法就是這裏 因為剛剛說到也有少少像這個 這個 比較難分辨它這個是反彈浪還是怎樣 根據這個 就是 這個是 看到一個頂 開始跌5個浪 再下 這樣 還是這裏只不過是平台浪的C 這個是平台浪的B 然後這個是平台浪的C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裏就會是 升彎穿上去 所以這個關鍵位置似乎就要看突破了 看這個位置會不會突破 還有這個位置會不會突破 如果升彎穿這個位置就應該是那個小五浪 如果升彎穿這個位置 那就會是 3在前面 應該說 那這裏是4 5浪的1 5浪的2 5浪的3 4 5 5浪的3 五浪的1 5浪的5 5浪的4 5浪的3 5浪的5浪的5浪都是三違 Commissioner 这样 Tracy 如果沒有升 kungACT 如果這附近乎的1 有可能這裡就完略了,這裡就是1,2,跌過3,如果跌穿這些位置,也可能是4浪再複雜一點 4浪再複雜一點就可以去到3浪的一半,如果4浪再複雜一點就這樣,又或者是再試一次這個位置 看看那個位置是不是3浪的0.382那些位置 看到就... 看到是 它差一點點,很少 它差很少就去到0.382 看看這個4浪會不會再複雜一點,再試一次這個位置 真正跌一跌穿0.382才再上 也有可能 即是說下午如果跌穿這個位置,那可能會 應該說 看回5分鐘圖,如果跌穿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會再下 跌穿這個位置,其實都是會再下 這些位置,再深多一點 應該在這些位置附近應該有支持 不然就可能真的下跌3浪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觀察著究竟是 跌穿這個位置,還是跌穿這個位置 那我就看一看 那就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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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它昨天就 所以他都趨向上去18700的位置 但他站穩的很少,是輕微地站穩,所以就不知道會不會有假訊號 所以要看那個突破 而且他曾經做過支持,所以如果他收在這個位置下面就比較差 即是如果他在4小時圖,他收了跌穿和收在這個位置下面就比較利潭 就是這個看法 看看上正指數的日線圖,他正在拉楊竹去1比0.5的位置 因為他拉了這個日線圖,他昨天也站在1比0.320上面收視 所以下一個位置應該就是1比0.5這個位置 即是3165這些位置 那如果試到就有機會看看會不會是 看看站不站到,好視乎站不站在上面 如果站不到在上面,也有機會轉向 如果站不到在上面,站不在上面 如果站到再看下一個比例 那麼就看一看 那就看一看 道指 那道指就先看看他的4小時圖 那4小時圖就走到5個跌浪 1,2,3,4,5 那這個就離淡 這個走勢,就離淡 因為他就應該會反彈 那再下 這樣 但是他反彈這一下就會是令到那個恒子 就會有一個上升動力 上升動力在這裡 那但是他這裡要留意就是 如果他沒有升春這個位置 可能他5浪會延伸 1,2,3,4 5浪1,2,3,4,5 也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這些位置就比較多變數了 可能我5浪會延伸完 再做反彈 再下 然後再下 方向方面 始終都是覺得 是大機會去到最少20% 就是他這個先幅 20%的位置 就是無論他中間走什麼浪都好 他都要去到這個位置 這樣 那些位置 就是無論他中間走什麼浪都好 那周線圖 如果這個8轉折生效 就是升了8個星期 轉折生效 就會有機會今個星期都是收音速 其實都是去到20%的位置 那些位置 那都是 無論是收上面還是下面 應該都是 但是最終這個星期 最終這個星期收音速的機會都是大 那 就看一看 那 就看一看 這個MACD都高 是牛區的 那 MACD四差 應該在這裡做 ABC 有機會最少都是 那ABC通常都是1比1比例的 那 可以量一下他的位置 他都應該還未到位 他去到1比0.764而已 那 也還未收羊竹 那應該是 啊 之後來也繼續去1比1的位 這樣 那 看看黃金走勢 那 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那他就 日線圖就跌了 這個 144MA之後 那 就有點反彈 那 但 彈上去如果他向下突破 就應該要再下 的 因為他日線那個 MACD都是 算是高的 那 所以應該就有機會 這樣調整完 才再上 那 那 就 現在看他 今天就在做反彈的 是低位 那 看看他的反彈是 有機會去到哪些位 那 那 怎麼才會是 就是 看到小時圖 他去到那條144MA 就 三次都站得穩 然後就轉上 那 就是說 由這個位 看到他們全部都揚竹暫時 那 他要是小時圖 收一支 那 才有機會轉向 那 看到 暫時都未收到陰燭 那 看看他兩面的浪 那 看到如果粗略這樣數呢 如果他一個反彈粗略這樣數呢 就是 A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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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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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W,S,Y,A,B,C,1,2,3,4,5 即是15分鐘圖如果再收多一支音竹 就應該有機會反彈 這個數法是比較粗略的數法 即是跟回音羊竹的組合 例如這裡開始數,1,2,3,4,5 A,B,C,1,2,3,4,5 5是羊竹,可能5是羊羊羊也可以 直到收音,應該是5,5,5,5就完了 這樣才會是聲音 即是說現在只要15分鐘圖 它收回一支音竹 即是來緊收一支音竹 那就應該是有機會反彈了 到時那個小時圖就會收音竹 然後又有音竹,音竹,音竹,音竹 有機會是這樣 這個是比較粗略的數法 就可以這樣數 平常的 那麼就 那它反彈後 下去就有機會是它這個浪的一半 那些位置 即是1701 那些位置 看看原油走勢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 那之前這裏走了那個反彈浪 A,B,C 接著就破底 那破底之後 它應該就這裏 1,2,3,4,5就完了 那現在就在做反彈 那看到它昨天站在這個retracement的 那看到它昨天站在這個retracement的0.236 那站在上面呢 它通常會試一試0.236以下 然後再去0.382 即是它都會回試一下 回試一下0.236這個位以下 但是回試的時候呢 就不是看淡的時候 回試的時候 是在這個比例以下看好的 那因為它站穩了0.236 它都會去0.382 那即是現在的方向就是去81.03 那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它會跌一跌到78.21以下的位置 那才會是向上這個位置 那所以那些位置就落去試了 試完之後呢 它就會上去這個位置 81.04 那所以現在它的大的方向應該就是去81.04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看看 那看看 美元指數 那看看美元指數的日線圖 那看到它 就 日線呢都是在2.233以下呢 就是很支持 那 那 日線的MACD呢 就金叉了 那金叉完之後 就通常會上回碎線 那所以接下來美元指數應該就有得 比較似是上升的 還有它是 周線 那它沒有跌穿前面的那個低位 那所以都還不是太差了 那 那 因為沒有跌穿的關係 所以都覺得有機會是再升穿這個頂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也都差不多了 應該看到它們準備金叉 那就是 周線圖的STCF準備金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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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然後 那 那